走 跟上明天时放生去 走 跟上明天时放生去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佛心花海 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呢 做了一组的花树 就是玫瑰的花树 感觉上非常的富贵花开的感觉 也觉得很幸福圆满的感觉 接下来呢 这一集的节目呢 我们要做一个玫瑰花球 玫瑰花球呢 我们中国古代有所谓抛袖球 玫瑰花球它是整个圆圆满满的 我们一边坐在一边来聊 我们要做玫瑰花球之前呢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我已经帮一块 我们一般在坊间买到的海绵是 切了三分之一下来的 那我们再泡过水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消 这样子就是一整块的海绵切三分之一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切头尾 就是大概切 再切掉呢 这样子大概呢 留三分之二 那切掉三分之一 那切掉三分之一之后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呢 我们再慢慢的用刀子 慢慢的把它这样子切 然后切 然后切呢 那切一切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用刀子慢慢的切 可是我们这次在做玫瑰花球的时候 我的学生好聪明喔 他们有人想到 就是说可以用我们平常在 削水果的这个削水果皮的这个削 这个包 这个 这个 把它整个做 做得很圆 所以各位爱华普萨可以看到 刚刚我请我们的一个 老师呢 帮我削一削 就变成一个好圆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圆球 那这样准备好的圆球呢 我们要包上网枝 那各位爱华普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这样的这种网枝 这种网枝在无金行 或者花式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球呢 绑在这个上面 就是剪出大小之后 然后把它剪出来 剪出来之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用铁丝 这样子慢慢的把它绑起来 好慢慢绑起来 好 那我们示范一下看看 就它绑起来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球形 也就是呢 我们可以用24号的铁丝 譬如说 像现在有些地方还没有绑得很好 然后呢 或有些地方有镂空的地方 我们就用24号的铁丝 然后把它这样子绑一下 这样子 然后呢 它就可以把它整个固定起来了 然后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球 好 那这样子做好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缎带 比如说 我现在手上有这样的一个缎带 那我们就找一个 比较扎实的地方 不要坐在这里 因为这里有时候不小心铁丝散掉了 它就会 整个球就会掉下来 那我们就做在像这样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 如果说有 弓没有做得很好的话 然后它会掉下来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缎带 把它绑一下下 那譬如说呢 您可以依照 要挂的地方的高低 或提的长短来做 譬如说我做了一个这样子 然后我在这边呢 再打一个结 这样打一个结 好 那如果说我们不是挂得很高的话 很长的话 那就大概 提的话 就大概这样就够了 好 那我就可以变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 那这样子就可以提在手上了 好 所以 那如果说有时候 您会觉得说 这个铁网子我买不到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尝试的用这种塑胶网 这个五金行是一定买得到的 然后塑胶网也可以 或者甚至呢 有时候我们临时没有的话 我们会用24号的铁丝 我就用铁丝 比如说我刚刚拿了这种24号的铁丝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些编织 这样子编来编去 这样把它编过来 就这样编的感觉 然后把它编过来 然后做成网状的 你可以用很多支 慢慢的这样编 它也会编成一个形状 那你就可以 像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用铁丝网 把它编织起来的 所以各种方式 您都可以尝试用用看 好那我现在呢 我们来试试看 当我一个这样的一个花球的时候呢 我要怎么样去做它 那我先把这些东西呢 先放下来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玫瑰花球呢 就成为我刚刚 跟各位爱华菩萨分享的呢 在中国古代呢 有很多的故事都是抛绣球的故事 像非常有名的王宝川跟薛平贵的故事 很多古典的故事里面 都有所谓的抛绣球 然后这个绣球呢 用云云满满的 用在现在的造型 也非常受到喜欢 那譬如说 我现在做好的一个这样的 一个网状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开始擦 这个玫瑰花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用的是粉红色的 那您可以按照您喜欢 做各种不同的 比如说 我现在 这个粉红色的呢 我再把它稍微修短一些些 因为它的长度不能太长 因为如果说 它的长度太长的话呢 那个 因为这个球体本身不大 那长度太长 它这个整个 这个 脂梗呢 就会互相的打在一起 就会挤在一起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把这个花球呢 把它剪短短的 好 好 那我们一边做这个玫瑰花球 有时候呢 我们会感觉到说 我们想加一些绿色的 好像 有一点点 色彩的一个 中性色 可是呢 在这一次我们做的过程中呢 我发觉 其实全部一个颜色 一个色系呢 感觉是很美的 好哦 那我现在慢慢的 把这个玫瑰花呢 剩着这个网状的边边 它就有一个 支靠的力量 然后就整个把它插起来 那我们知道呢 玫瑰呢 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因为 我们现在 受到西方的影响很大 那玫瑰花 它第一个花语就代表了爱情 所以很多人对玫瑰花 非常的喜欢 那玫瑰花呢 它也是一个 非常有正面能量的一个花 好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要插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这一个球呢 它是这样子往上提的 所以下方的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没有插得很好 它就会 有时候你球一提起来 它这朵花就 灯就会掉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就要 在这个地方做一点点加工 比如说呢 您可以用这样的铁丝 比如说我手上 这是24号的铁丝 我们可以把它剪个几节 就有几支 是往下的那些花朵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这样子 经过这样一个特别加工 好 这样子 这样加工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力量 它就不会一下就掉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 他们会问我说 怎么我做的那个玫瑰花球 它会掉下来 那像这样子 这个开始往下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插进去 好 那我们先做个几朵 是往下的部分 好 把它弄一下下 几朵 这样 绕一下下 那它会有一个力量 会拉住它 那它就比较不容易 随便就掉出来了 好 然后做个四朵 大概做个四五朵 这样子把它固定 否则的话 那个玫瑰花球 有时候拿一拿就掉了 那这样感觉就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可惜 好 我先把它弄一下 可以过来 好 那我现在呢 我轻轻的拿着它 好 然后呢 让它往下的这个部分的花球呢 好 我就插 好 这样子往下垂的这些花球 我就把它这样子插 好 那其实呢 每次在插这些玫瑰花的时候 也会觉得很幸福 因为我们台湾 这个玫瑰花真的很美 而且各式各样的玫瑰花都有 然后颜色也很多 很缤纷 然后那个颜色是千变万化的 好 然后呢 我们慢慢的把这个花球整个插满 好 那有些间隙呢 比较开的呢 我们可以用小多一点点的 好 现在各位浮沙可以看到 好 那我现在呢 我把手这样放一下下 好 好 我们把它慢慢的做起来 变成一个圆球形 然后圆圆满满的感觉 好 把它调一下下 因为这个花球呢 不能太长的枝梗 因为太长的枝梗会打在一起 但是也不能太短 因为有时候剪太短 你就会发觉呢 有时候它玫瑰 也会掉出来的感觉 好 好 那有时候 如果你觉得它不是很稳的时候呢 你就要放下来呢 加一下铁丝 比如说这一朵 它有一点点不稳 我现在加一下这个铁丝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很圆圆满满的粉红色 那很有很有情调的一个玫瑰花球 那这样的玫瑰花球呢 有时候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可以给伴娘提着 或者给那个小花童提的 我们可以再做更小一点点 可以给小花童提的 那这个玫瑰花球呢 也可以用石虎兰来做它 那还有比如说新娘子有时候也可以用这样的玫瑰花球 所以在做布置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都可以运用 那我们再做完一个粉红色的时候 我们再来试一个白色的 让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看 这个白色跟粉红色两个有什么不同 那因为今天我白色的玫瑰会有一点点不够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试试看白色跟粉红色呢 加在一起的感觉 但是白色跟粉红色加在一起 会有一点比较不好加 因为今天这个白色的玫瑰呢 它是比较长的 比较长形尖形的 那粉红色的玫瑰它是属于比较圆的 所以您如果在选用玫瑰花的时候 最好是能够买到就是说那个花形 就是像这个粉红色的这样子 像这个白色的这个颜色呢 它就是尖尖的这样子 它比较没有办法把那个花形 很饱满的显现出来 好 那我们把它这样子放一些 让它红白粉色的跟白色的相见在一起 好 我们把它 因为我们刚好有多了一些粉红色的 然后呢 因为白色的呢 花 有一点点不太够 所以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都是随着这个因缘去做它 好 比如说呢 我现在把它做起来做成一朵 这样白色的花形的感觉 那当我们又要做到这个部分的地方的时候呢 我就要再考虑到就是说 我要再加铁丝 因为呢 这个地方呢 它会有点点往下坠的感觉 所以我把它加一点点铁丝 我们刚刚提到用24号的铁丝 好 然后把它绕一绕 那花它就比较不容易掉下来 那其实在做这个花球的时候呢 除了玫瑰花以外呢 那比如说 石虎兰也是一个很好的花 还有 非洲菊也是一个很好的花 或者我们母亲节常用的堪乃鑫 它也是一个很适合做花球的花 很多的花材都很适合 所以您可以依着这个时间 因缘的需要跟感觉 来做各种不同的花球的运用 好 那在这一次我们在做这个婚礼会场的布置的时候呢 最主要是 因为呢 考虑到就是说 让这一些这个婚礼结束的时候呢 所有的花都可以让所有的宾客可以带走 好 那我现在考虑到做它往下垂的这个部分的花